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晴天on air 我是拉铁诺 由于过去一整年的时间 台湾的国旅非常的蓬勃发展 包含一些登山活动、露营活动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晴天旅游的一个在登山上面的旅游达人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们掌声换一下我们的Rain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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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 大家好 我是Rain 大家是Rain gt.p 掌声 掌声 这里是我们的晴天on air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聊什么话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 在登山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或者是一些NG的事情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观众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 为什么呢 因為我們今天有準備精美的小禮品要送給大家 對對對 所以大家其實務必一定要把今天的節目看到最後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爬山的NG行為喔 對 所以NG行為 所以我們今天是一個批鬥大會嗎 應該也不能說是批鬥大會啦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旅辦的重要性 要慎選旅辦這樣子 真的 可是慎選旅辦這件事情我非常的困擾 因為你沒有朋友 對我這個人就是朋友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慎選旅辦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沒有辦法慎選旅辦的話 我們就直接找一家優子的旅行社 專門有在辦登山經驗的旅行社 例如 晴天旅遊就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不小心就進入了這個工商 對 很自然的進入工商世界 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好 欸 Labino 那像你這樣子看起來 皮膚有黑身材健壯 應該常常從事一些上山下海的活動對不對 對 其實我非常的喜歡一些戶外的活動 嗯 那如果上山跟下海的話 我特別喜歡上山 哦 是不是因為我們今天講上山女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雖然我會游泳 但是我還是有點怕水 就是水性沒那麼好 所以其實我喜歡山上的活動 那瑞 你有什麼樣的爬山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的好朋友分享一下嗎 有 其實不要靠我這樣子白白的北辣Day 我也是很喜歡戶外運動 那像爬山呢 我平日不誇張 平日起碼就可以爬6個小時起跳 6個小時 假日更厲害 假日都通常都是 12個小時起跳 12個小時 對 我這個人是沒辦法爬到12個小時 那12個小時的話 你在爬什麼山啊 基本上都是爬枕頭山比較多 雙人枕頭可以爬更久 哇 剛剛Rain剛剛聊到的枕頭山 其實我覺得現在景氣非常不好 尤其是旅行業 真的 所以剛好整頭可以來找我們業配一下 欸我覺得你這個idea不錯 快要面臨失業的困境啊 剛好 如果有廠商看到我們這個節錄還不錯的話 歡迎置錄啊 我們這邊歡迎廠商來找我們業配 希望透過這個頻道可以賺一點生活費 好啦好啦 不要再理題太多了 這樣我們會路過完 好 那趕快講一下一些爬山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那我知道你今天好像有整理幾個爬山 那讓人家覺得NG的行為要跟大家分享 對 那第一個是什麼呢 在五分鐘就到了 我最怕聽到 再過幾分鐘就到了 哈哈哈哈 這個好像是登山界的一個 不沉穩的白色謊言 基本上你不管走在哪裡 你只要不認何一個人 那邊還要多久 第一個答案就是說 在五分鐘就到了 對這五分鐘其實 真的非常非常的遙遠 永遠觸不到的五分鐘 那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 有啊我第一次就是 背重裝要去露營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是要去水漾森林 那水漾森林走到中間 才走到一半的時候 還要再翻過一個 很高的自高點 其實路程才有一個小時 那那個時候我們第一次去不知道多久 就看到回來的人 我就跟他說 欸大哥不好意思 請問要走多久 我們好累喔 那大哥就說 啊你年輕人 再五分鐘就到了 喔這個時候我就 燃起了一個鬥志 是沒錯 五分鐘這個時候 燃起大家的一個動力 對 咬緊牙關 我們就直接攻上去 反正快到了 結果一去才知道 五分鐘又過了 五分鐘又過了一個 五分鐘又過了一個 五分鐘 A few moments later 到了一個小時了 都還沒到 我就知道 哇原來他是在騙你 從此以後我就吸取這個教訓 只要有人問我什麼時候到 我也是跟他說 再五分鐘就到了 所以就是一個hike就對了 對 就是一個爬山的樂趣 所以這個是我在一些NG行為上面的 潘滴 我最怕的聽到就是 五分鐘就到這樣 因為其實很難去調節體力 你不知道你的體力到底要 我要衝那個五分鐘嗎 還是其實是假的 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這個五分鐘喔 其實 你要自己調整好你這個體力 有時候五分鐘 你以為就 最後五分鐘你就放手一撥 結果這個放手一撥呢 完全虛脫掉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對 我就愛打赤博拍網美照 咦第二點這個行為啊 好像 我們都有中槍 對啊 我超喜歡把衣服脫光 被這個大自然擁抱 真的喔 對 想看更多嗎 各位觀眾 如果想看的話 歡迎關注LATINO的那個 本事專頁喔 都有很多仰言的照片 不定期開放 可是說實在的 我覺得要拍照 不管你是要脫衣服也好 或者要拍出美照的話 一定都是要安全的 目前有一個新聞喔 在苗栗的火焰商啊 他想要拍出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 黃美照 但是呢 他完全忽略鋼尺的一個地質啦 地貌啦等等 結果呢 就不小心給他摔下去了 哇 所以其實你要拍出 漂亮的照片之前 其實一定要看一下 地質地貌也好 也要亮麗而為 對 不要為了美麗的照片呢 就冒上你的生命危險 對 不要讓網美照變成黑白照 這個不重要 網美照變成遺照 果皮衛生紙是可以分解的沒事 哇 那關於這個第三點 也是困擾我很久 剛開始在登山的時候 你都會很自然覺得說 啊 果皮是大自然的東西 對 那我隨便丟 就可以分解 對 那衛生紙 好像也是可以分解的東西 只要我媽的洞 買著 久了他也會分解 其實現在這近幾年來 推廣一個叫做 無痕山林對不對 對 叫做 所以人家說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句話在登山就不適用了 我們要反走過不留下痕跡 這個才是對山的一個尊敬 如剛剛所提到的 我今年剛去爬這個騎籃男跑的時候 我的這個隊友就告訴我說 我們要標榜無痕山林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什麼叫無痕山林 經過團員的 那隊友的介紹之後 原來就是不要把一個垃圾呢 把它丟棄在一邊 當時我們住進這個天池山莊的時候 天池山莊的徹底光也是在廁所裡面 還說不能把衛生紙丟到馬桶裡面去 哇 這麼嚴格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準備這個夾鏈帶 就把你插過屁屁的啦 的一些衛生紙丟到夾鏈帶之後 再把它帶下山 哇 那這個觀念非常重 沒錯 值得嘉獎 為什麼不能把一些果皮丟在山上 不能挖洞就把它丟進去嗎 因為山的海拔高度不同 我們在平地任務 它很快就可以腐化掉 但是你到了高海拔 甚至天氣氣候 比較寒冷的地方 那其實 它的菌種 跟它腐化的速度 跟平地是明顯有差異 所以你丟的果皮啊 甚至是一些衛生紙啊 它就不是這麼容易腐化 廚餘這個事情 也是一個垃圾的來源 對 我之前有看到那個新聞報導 好像跟嘉明湖有關係的 跟廚餘的部分 對 沒錯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 不小心帶太多啊 不知道怎麼辦 就會想說 啊 那我就隨便找一個地方倒進去 反正會變成肥料 對 那如果你沒有轉成肥料呢 就會吸引一些動物 會造成生態的改變 譬如剛剛嘉明湖的例子 黑熊就會聞到那邊有食物 它就知道說 哇 這邊定期都有 Buffet 免費供應 它就開始下來找食物 那這樣子 第一個 你讓黑熊吃到這些東西 對它身體可能不好 第二個 造成爬山 登山客的危險 有可能會被黑熊攻擊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兩個事情 那這要注意啊 所以其實我們人類也是要一個 非常重要的教育性質對不對 就是我們不能把垃圾亂丟 來破壞生態之外 也破壞這些動物啦 或者是鳥類 它們原本該有的一些 習性 對啊 沒有錯 嗯 所以這個都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 果皮跟衛生紙上 就是任何的垃圾 我們都是建議直接帶下山 我很有趣 沒有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是什麼 你們先走我慢慢追上 欸 藍貝爾你有遇過這樣子的登山的朋友嗎 我說實在的也是有遇到 包含不是說只有跟不上 也有走太快的也有 我這個人是非常加迷信的 我就覺得山有三層 甚至呢 我也可能會出現同一小女孩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說盡量呢 在登山的時候 都要一個比較團體的活動 可以團體進行 包含走太慢啊 或者是走太快 其實都是不是很好的一個部分 對 其實你剛剛提到走太慢跟走太快 確實他都有他的風險存在 對 像這種狀況的話呢 如果我們沒有去關心他 甚至跟我說了一句 沒關係我可以 你慢慢走 我後面再追上 好 那沒關係你慢慢走 我們在上面等你 那萬一真的 他表現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不能及時聯絡到他 山上也不一定會有訊號 對 那這個時候天氣會變啊 或者是他臨時有一些 高山症的反應的話 是 那我們就會來不及去關心到他 有可能就這樣 此次的一位好朋友 爬山是團體的活動啊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一起走 會是最最理想的 沒錯 所以其實在高山症命 其實也是要量力而為 嗯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都要仰賴 我們的隊友一起的對不對 對 沒錯 這也是一個爬山好玩的地方啊 大家可以互相 團隊活動 對啊 團隊活動 團體活動 沒有錯 那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 一些有關於爬山的一些迷思啦 或者是一些NG的行為 那也希望呢 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能夠透過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能夠了解到爬山的一些注意事項 所以我們今天呢 用這個短短的時間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小小的分享 對 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呢 歡迎大家呢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來開啟我們小鈴鐺 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哦 這個是網紅的台詞 今天終於換我說出來 沒錯沒錯沒錯 對 我們今天你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說節目看到最後會送什麼東西 對啊 我們有準備送 準備前面這一組 這個要看一下什麼東西 這個是鬆雪樓環保餐具組哦 它這個材質非常的輕盈 有帶跟沒帶一樣 上衫的話可以真實感受到 減輕你的負重 真的 就是帶這一組就夠了 你剛剛提到了 就是上衫的時候 越輕便越減便越好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上衫的時候剛好可以把它帶上 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得到這個呢 我們如何得到這個鬆雪樓的環保塊 我們只要在底下留言還有按讚 我們到時候就會抽出三名 給三名幸運的觀眾朋友 對 那歡迎大家踴躍留言跟按讚哦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晴天onair 下次見哦 下週見 拜拜 拜託